这是半年来自我心境的写照 华为公主孟晚舟自从去年9月返回中国大陆后 首度露面 以首席财务官身份亲自出席华为2021年的报告发布会 对孟晚舟来说 要赶上的还有华为的收入 因为去年华为虽然净利润1137亿人民币 年增七成五 但全球销售收入6368亿 比去年同期减少百分之28.3 华为的整体的收入规模的下降 主要是有几个原因 美国的多伦的资产 在中国的武器部署上 没有那么多的客户需求了 华为和全球众多企业一样 强调华为会持续扩大人才跟研发 孟晚舟不断对外信心喊话 因为自从她2018年底遭美国指控涉嫌银行诈欺 过境加拿大时被拘捕 又被引渡到美国受审 直到去年才获得释放 都影响华为发展 或许也担心被问到相关问题 今天我们将不会回答有关孟女士 个人案件的问题 华为手机市场大受影响 魁为半年再亮相 外界也等着看 华为公主的回归 能否带领华为再闯高峰 TVBS新闻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